今天还有一起案件的审判是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就是房祖明涉毒案 据新华网报道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今天上午开庭审理 陈祖明别名房祖明容留他人吸毒案 公诉人指控被告从2012年至2014年间 四次容留柯某某李某某等人吸食大麻 经审理后审判员当庭宣判 认定被告人陈祖明构成容留他人吸食毒品罪 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 房祖明表示无意义 并表示自己错了 自从房祖明出事之后 他的父亲崇龙的一举一动也是备手关注的 他多次谈及儿子时表示 他现在的惩罚是犯了错误应该付出的代价 崇龙还曾叮嘱律师不要试图缩短房祖明的刑期 是的 吸毒本身就是一个违法的行为 而具有广泛知名度的明星 如果他们吸毒更会给年轻人造成极其不良的示范 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引以为戒